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这个口号赞成的人也不少 但是反对的人也很多 由于这个口号 我觉得事关重大 能不能真正把这个口号的含义搞清楚 这个口号究竟对不对 所以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我们整个某左派的队伍才能团结起来 才能形成共识 才有统一的行动 因此呢 这个问题啊 我很愿意和大家交流 下面呢 我就是打算用这个 谈心和交心这样一种态度和方式 围维绕着有关这个口号的几个问题 跟大家坦诚地交换意见 先谈心和谈心 该要建议和抹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先谈第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反递保国留口 怎样看待反递保国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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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打倒虛擬主義集團的突破口,不少同事都知道,在我智慧洗草的《零九戒嚴》當中, 這是《零九戒嚴》,那是針對著《零八宣言》的,當時想搞一個《零九宣言》, 付了一些老同志和建議,還是建議好,就起討了一個建議。 在這個建議裡,已經把反帝出奸,就當保佛,當時是作為打倒自改派,實現大轉折的突破口,提出來的。 這個思想,這個意思已經有了。 後來正式提出這個口號,我是在一零年的一月份,有一篇短文,那是當時在主人公論壇先發的。 那個題目就是,這是不是極左、極右和政治路線三者之間的一場激戰? 這是一篇短文,擺出了這三種觀點,實際上是叫三條路線嗎? 鬥爭的一個焦點,從這個角度提出來的這個口號。 這是一零年的一月份。 這個口號提出來以後吧,就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當時提出這個反帝出奸呢,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是這樣。就是要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殘出漢奸賣國集團,以這個為突破口,打倒修正主義。 進而挽救毛澤東,在毛澤東思想的思念下,建設和保衛祖國,實現社會主義有點不停。 所以,為什麼提反對反對以美國的主義? 為什麼提反對出奸,救黨、保衛呢? 當時是這麼考慮的。 毛主席,他提的口号对苏联是怎么提的呢? 他提的是打倒兄弟集团。 当时是霍鲁晓夫,后来提过的是宇宙集团。 他提的是打倒兄弟集团,但是他从来没提过, 反正我的印象就是这样,没提过打倒我们的苏联共产党。 在国内呢,毛主席也讲的是造修正主义的反, 没讲过造共产党的反。 同时呢,毛主席还提出一个, 我们知道康文元朝的时候提的口号, 那是康文元朝保家卫国。 我主要是根据毛主席这个意思,把这些口号合起来, 叫做反帝出间,救难报。 因为这个遵义会议啊,毛主席和左庆集团有路线斗。 实际上遵义会议解决了领导权的问题。 我们一贯的叫法也叫做挽救了国军,挽救了党。 里边有个旧字。这里边有个旧字,康文元朝保家卫国。 这个后来我说这个魏国啊,不如直接说保国。 说一说像尊一辉那样救党,像康文元朝那样保国。 这就是反帝出间救党保国这个口号的由来。 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提出的这个口号。 这是跟大家交个底。 我顺便也说了一下,现在有相当多位同志啊,把这个口号说成是保党救国。 我没用保党这个词。 我觉得保党啊,太容易和这个保皇派联系起来。 这样容易产生误解。 因为尊一辉会议啊,那当时我们提的是旧党,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我说这个旧党啊,给那个保党,这个意思更清楚。 因为是通过解决这个机会主义路线问题,旧的党。 那当时是左线机会主义。 今天我们是通过打倒这个右线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来挽救党。 这么个含义。 有些同志啊,也包括宇泰,刚才提到宇泰。 宇泰他就是,他这个就是,经常写的是保党。 保党救国,或者保党后国。 他是因为这个概念。 我一再坚持,就是我们用点始终,包括我本人是这样,始终是用得救党保党。 不提保党。 保党,老百姓不太容易弄清楚认为你是保党台。 那就很容易跟宋明杨撤到一块去了,就是因为产生物体。 旧党他就说你党出问题了,有病了,或者是,再不救就危险了,甚至灭亡了。 这时候才挽救党。 这个,这个含义。 就这个,这一字字差啊。 我觉得,还不是一件小事,这个得弄清楚。 下面我再谈第一点。 就是,把反帝出奸作为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它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把反帝出奸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那得有依据啊。 这依据啊,我们归纳为三条,或者三点吧。 第一点,是理论依据。 这个理论依据啊,就是毛主席一贯的想法。 就是,他认为啊,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在新民族主义论里,他就始终讲这个问题。 后来一直讲这个问题。 特别是在五五六年。 他在冲上井冈山的时候,跟一些人谈话。 这个《前奏》这本书里,叫《前奏》。 这本书里六五年。 毛主席书里,你看看,这本书叫《前奏》。 实际上就是无大命的《前奏》。 在这本书里,毛主席有一段话非常深刻。 这段话我就得我再念一念。 毛主席老人一念是这么说的。 我们这样的条件,靠资本主义, 只能是别人的附庸。 就附庸这两个很关键。 这是定性的。 是什么性的社会。 第一个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 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 还既合作又排挤。 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 独立发展,后来沮丧呢? 他接着说,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过去走不通,现在还是走不通。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有完整的一个, 有判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 这对我们今天特有一个重大的现实意义。 就是,中国不可能走西方那样的独立自由发展那种资本主义。 这可以联系起来,联系中国的现实。 你看毛主义,怎么分析建国前的现实呢? 毛主义是这么讲的。 我们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也实行巴黎工作制。 这是毛主义,关于这种问题啊, 目光大命当中想的一种, 就跟资本主义差不多。 所以在毛主义看来啊, 中国以前的社会,虽然说是半封建半指尼地, 但是由于官僚资本主义是占主导的成分。 那成分并不是占主体,但是主导。 因为它关照资本主义啊, 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当中,它非常重要。 它是因为是现在近代的, 或者甚至是有一些现代工业的, 在当时是现代,也有一定的现代性, 有些工业的。 因此这个工业成为是占主导地位的。 说说毛主义说。 虽然它分析过那是半空间半指尼地的社会, 但是它认为跟资本主义差不多了。 实际上, 我觉得在毛主义看来是一种复庸资本主义。 后来我们说复辟资本主义, 就是在复辟复庸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上讲的。 为什么半空间半指尼地它叫复庸资本主义啊? 就是指它的复庸资本主义这个性质。 所以毛主义这个思想非常重要。 在今天给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就是成为了我们今天判断资本主义复辟什么性质, 这样一个理由上的依据。 第二个是事实上的依据, 叫事实依据。 事实依据当然更重要。 因为我们马克力主义者, 我们共产党确实就是一些从实际出发的。 这个事实怎么样? 这一点是决定性的。 那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究竟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看一下几个数字。 这个事实就是我们三万亿美元的外汇处备。 这三万亿是好差的数目。 我们制造一个航母的特空间队, 那就是三万亿美元左右。 能造多少呢? 三万亿啊? 反正一百个航母特空间队。 全世界才有二十来个, 美国有十来个, 就算十一个。 其他的国家有八九个。 如果我们用这些钱能造一百个, 比如说一百个, 大概你造十二个, 比美国多一个, 那两个去年就不太一样。 我们如果把十个航母舰队, 你把东海、南海一摆, 摆到台湾、东岸, 你那是个什么情况? 我们不知道美国派两三个航母特空间队, 那就是打一个国家的, 就是几百架飞机, 几千架的讯放导弹, 那一个国家的一般的机场, 什么交通通用, 什么指挥所之类的, 指挥部啊, 它都没错了。 就是三万亿美元是多大的数字。 另外还有三万亿的外资啊, 控制了我们二十八个主要产业中的二十一个, 现在有人说二十二三个, 那咱们说少的, 那也是二十一个。 至于咱们百分之七十以上, 现在也带百分之七十左右吧, 有的数字是百分之七十四, 咱们往少里说也百分之七十左右吧。 主要是用于出口。 以至于西方以来进口我们的廉价产品, 买咱们的片一锅, 最下面一锅一锅, 有的学者算了一算, 那也得十万亿人民币一算, 这个书也大得惊人。 这些钱呢, 就算是三万亿, 也大概三万亿的外汇啊, 也加近二十万亿左右的人人民币。 每个人呢, 男女老少啊, 都得一万多万块的, 一万五千左右吧, 这些人比, 一个家庭, 一般的也得四万块吧, 三口人四万多块, 那五口人算更多了。 这对一个, 别说城市, 别说农村, 就是中农社会的家庭, 这也是有不小的数目, 能解决天大王的一样。 自己在农村那些老婆老太太, 可能就是救命险。 这个我直接经历过的, 因为我家里也是中原农村的, 有的老婆老太太病重以后, 往县医院抬, 三路几十里, 那一住院押金都几千块了。 有的就说, 别抬了, 别送了, 咱也住不起, 在家呢, 慢慢治, 实际上等死。 这样的事儿, 也并不是个别的。 我们再看看, 政治上。 政治上呢, 解放军有一个少将叫乔良, 他说的, 有一种两句话呀, 我觉得也是个基本事实。 他说, 几乎中国所有的国内和国外政策, 都深受美国的影响。 基本上所有的政策, 都要考虑美国的反应。 这是我国决策的一条隐形线索。 对这个揭露很深刻啊, 我们做决策呀, 我们的政策呀, 要看看美国人的领色呀。 美国人要对于博尔森, 说你这是不改革了。 那个博尔森, 原来那个, 美国裁长博尔森, 博尔森的说, 那你这个, 中国如果挺改革, 那就是, 那就是倒退了, 那是不能用的。 更可危险。 这也证明, 乔良将军这句话, 不说, 不是瞎说呀, 确实是有分明。 你至于我们这个高级干部当中, 有多少, 啊, 是老子大官, 儿子老板, 孙子海外, 这样一种隐形的官僚买办, 有多少, 博尔森也有相当的评论。 这个中学数字, 嗯, 不好掌握, 因为当局才不公布了。 但是, 那就是, 嗯, 我也到美国去过一趟, 当时很多人就指指点点, 说这是谁谁孩子的小别墅, 里面有汽车。 肯定有这么一批人。 从这些事实当中, 我们不能得出一个判断, 就是, 中国已经, 基本上复辟了, 这种, 这种, 复用这个语言。 这一点不光是我们, 这个毛手派的看法, 很多老人也这么看, 甚至外国人也这么看, 全世界很多人也这么看, 最后连美国人自己, 他也是承认的。 他把这叫做中美国, 他公开说, 这个中美国啊, 指的就是, 中母已经变成了美国的, 经济富庸, 或者叫经济富庸, 富庸。 这个是, 这个是, 建立于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的。 是08年的9月, 二十月。 邮据可查啊。 第三点是, 惊艳依据。 惊艳依据啊, 我指的就是, 我们毛左派和革命群众, 斗争的实现经验。 例如, 我们公诉毛与世, 这个斗争, 能够取得五万人, 签名的胜利。 我觉得啊, 主要就是, 因为毛与世, 他既是一个疯狂的, 反毛, 反党分子, 同时又是一个公开拿美元的, 也就是美国人的钱的, 看起来。 看起来。 外国的看起来。 这也就是说, 桃花毛与世, 这样的人, 包括, 实际上, 包括信子灵。 他因为他那个, 很多材料是从信子灵那时候, 梳理了。 实际上, 我们就把反帝反修啊, 对啊, 就反帝反修, 结合起来啊。 这场斗争啊, 实际上是一场, 既反帝又反修, 从而就当保护的一场斗争。 信人是不是应该这么判断呢? 他因为他本人, 他就是, 双料的, 既是反毛, 反党分子, 又是狠年卖不得了。 因此, 因此, 听见很多人的痛恨, 对他去深谈。 我在河南和网友交流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都说, 说实际上, 相当多的工人农民, 还不太知道这个毛病事究竟是哪些言论。 要真实了解情况啊, 那很可能是一个厂子, 起码一个车间, 甚至一个村子, 都签名了。 那这样的签名就更不得了。 这个我是相信。 下面再说第二点。 把反帝出间作为达到修工主义集团突破口的有力之处在哪里? 就是为什么说, 提这个口号比较有力呢? 这个根据是什么呢? 下面, 我也再列举三点。 作为我们的理由。 也就是他的有力之处。 第一点是, 这个卖国罪行呢, 是罪能暴露这些敌人的烦恼本质, 从而极其中心。 也就是说, 爱国主义最能唤起绝大多数的功能大众。 而且老外星从几千年的历史当中有一条深深的体会。 就是, 就是, 亡国努力的苦难啊。 一个国土沦陷, 鬼子杀进来以后, 最大的苦难还是老外星的苦难。 你像这个, 我们都知道, 山东河北、 山西, 这两个叫太阳山, 那个三光政策。 哎呀, 那个潘迁云的一个村子, 几十个人都被, 幽闷的小儿童啊, 都被鬼子用刺刀挑了。 残不忍慕。 在镇长上, 你牺牲的, 你牺牲的, 我们的村子里, 是正绝大多数。 因此, 坚持, 反帝出燕, 最容易建立, 廣门的, 独立战线。 动力气力量, 进行动作。 第二点, 反对西方卖国, 实际上是最重要的, 反腐败, 反私有罢, 反两极分化, 反羞龙。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 卖国羞龙, 在我看来, 是最无耻的腐败。 卖国, 卖了国家自己羞龙, 这个是最无耻的腐败。 殖民的立化, 是最残酷的事物。 受国内外资本的双同国学, 是两极分化的最大概念。 导致官僚买伴资产积, 座大, 这个是修重主义带来的, 最大恶务。 正因为这样, 打击这个, 官僚买伴资产积, 这个西花卖口集团, 因为他们是共产党的代理人呐, 这样才能, 更充分地堕入虚空主义的, 这个危害性, 和他的仇恶面目, 更好地完成, 这些人, 反对资产党的夫妻。 这样, 谋余教育我们, 更大一些。 这个任务太多了, 怎么办呢? 我觉得从这儿, 入手, 作为脱河口, 才能更好多人去毛病, 教育我们的, 一些反对资产党的夫妻。 第三, 先打垮西花卖国集团, 才最有利于, 最有利于突破, 进入脱河口, 从而扩大战口。 这是因为, 这个西花卖国集团, 最弱, 你看他怎么说的。 他前几天这些人在重庆, 这些人呢, 就是实际上, 就是为李宗辩护这个律师团吧。 公开攻击, 重庆这个唱红打黑, 就是时光倒流, 温格福利。 老百姓唱唱红打大黑, 这就成了温格福利了, 就成时光倒流了, 意思就是反动。 在我们过去讲的, 复辟倒退, 唱红打黑就成复辟倒退。 他们, 他提出了一条, 就是把我们的红二代啊, 我们知道习近平是红二代, 薄西莱也是红二代, 他把这红二代进入中英领导班子, 叫做封建参与。 意思就是, 老子, 老子是共产党的元老啊, 你这后代的, 红二代也没有进入中英领导, 你共产党的封建专制, 搞集权主义, 你不仅搞集权, 你还搞反动接代嘛, 红二代也这么多人都接班了, 非常任务。 另外, 这个集团呢, 还最烦恼。 他们为了自身的地益, 公然要使中国倒退到满中国的殖民地益。 这个不是下国啊, 我们都知道刘晓波, 就是要把中国变成三百年的殖民地益。 而且那个, 刘贝尔和你讲啊, 他们就公开就说的, 我们就是要把奖收费定上给的人, 。 他主张, 这个, 走西方式的道路。 同时这个集团, 最奉劳。 因为他们, 公开煽动反复乱, 和军事人员。 那个谢涛啊, 就在称呼一个作战队上, 公开讲。 军队又明白人呐, 他们看到和平手段不能解决问题, 那就要想别的办法。 这是网上共产不表的。 就是要以暴力克服暴力。 这个就是鼓动军事。 正面了这个。 同时我们要看到, 由于我们中国啊, 这个小资产阶级的网友大海, 又当过暗神医。 因此啊, 这个痴迷过我们啊, 这个, 这个一切向前看这种资产阶级思想, 资本主意识, 这一套价值观。 哎呀, 这个影响不可低估啊, 别说别的。 就我周围的有些同事, 有些朋友, 都有相当一大批的孩子都送到家, 冒党呀, 这个送到美国那时候。 以至于高干, 你送到工作啊。 至于上海, 有的那些孩子起名, 叫小约翰什么的。 都不是个别的, 有一批。 就是中国人这个。 呃, 张宏昌老师, 有一些文章专门讲中国汉奸特别多, 美军特别多, 这也是事情。 哎呀, 要在今天这些汉奸美军, 是不是能少啊, 我也可能更多, 我也少不了。 哎呀, 我曾经跟我的一些朋友疑问, 说跟美国我们也打起来, 你怎么办呢? 你孩子还在美国呢? 你孩子还在美国呢? 同时, 是, 由于这个幼稚技术有业, 或者叫新生主义, 搞了三十六年。 我用这个新生主义, 新生主义它的标志, 就是, 把公有币的助手机会, 搞没了。 哎, 这个私营企业主, 咱们接触到的, 包括, 咱们无有币乡的这些同志, 都也接触到的, 确实有些是公司的, 他还给捡填的, 给无有币乡, 人家也提供和他的帮助, 也有。 但是, 他多数没有私营企业主啊, 那还是, 有黑心在那里, 剥削很厉害的, 是不是? 这些人入了党, 就成了全民党。 你看这两条, 经济上, 主体地位没了, 正式上, 大学的私营企业主义党啊, 这就是修正努力了。 这你是, 这真是铁铁实实啊, 你说你不修正, 那也就会行。 三十多年的修正主义路线, 是大批的党员, 尤其是干部。 干部当中, 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干部, 这批, 身在幼宫不知幼我, 特别厉害。 他认为, 他认为, 你不用自贡理办法, 这经济就搞不上去。 一包一个个人, 私有罢了, 那就灵了, 就活了, 就可以造私营。 所以说, 身在幼宫不知幼我, 那么你告诉这么多年, 这么大的腐败, 这么严重的两级动化, 社会之丹这么多问题。 你三十年了, 胡耀邦那时候就说, 三年实现党肯定更多好软, 叫宣尔大啊, 宣尔大以前才听他这么讲, 你实现三年更多好软, 你实现了三年更大发展, 三十年证明, 终于比较, 私有法, 这个腐败, 两级动化, 骨子流失, 三种问题, 总体上是越来越严重的趋势, 现在在, 这些年下的利息大好了一点, 但是, 这个两级动化现在也在发展, 是扩大的趋势啊, 这个, 你腐败, 你腐败, 你证明, 你修正主义路线不行啊, 在毛主席的时候最后, 你怎么都经历了, 这是真的, 你刚才我们聊起来, 和这个, 小许啊, 我小, 我六十五十三啊, 这是, 都是经历过的, 毛主席时期就你这些, 你这么一点没有, 单身还是腐败的, 很少啊, 那时候干部是讲, 同事同事同事同劳动的, 就是送点礼, 那时候送点礼, 送品酒呢, 就不得了了, 从一上三点, 我们能够看出来, 那一块这个, 切花卖过一盆粽, 那一块这个, 那一块是很有力的, 对不对? 最反动的, 最露骨啊, 他不藏着烙鸡花, 不藏着烙鸡花, 修正主义, 他老大的旗号, 打别的旗号, 就喜欢卖我分子, 你像某一式的, 赤裸裸的, 那好大啊, 对不对? 你像黄瑞县, 哎, 竖起个背来, 没有去你这个, 鼓里尾巴, 竖起来, 那好大啊, 因为它砸了, 你看现在, 看一看,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从以上, 这些分析, 我们能够看出来, 就是, 我们在现阶段呢, 必须采取, 散步走的战略, 我这个提卡, 不是准备不了吗? 三部族的战略, 这有点瑞似于啊, 我们在康尔战争时期, 走这个, 三大路, 或者叫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康尔变成胜利以后, 在这个基础上, 毛主席英文伟大, 提出口号是, 打造包裤年帝, 突改, 突改以后, 有了胜利果实了, 后来就说, 保护胜利果实了, 怎么保护胜利果实, 他能讲就是, 解放全中国, 这第二步, 就夺取了政权, 夺取了政权以后, 毛主席英文伦, 公民, 公民农民, 劳动人民, 一步登天, 成了社会主任, 当时就解放了, 天亮了, 那我们真心, 真是信奴才连, 开神匹的第一回啊, 劳动人民真是第一次当家做主了, 这是三大路, 或者三个阶段, 我觉得我们今天呢, 也在经历这三个阶段, 或者是三个阶段, 我们第一步, 就是, 我前面说的这个, 把反帝出间, 这个口号, 要传入, 这个任务要完成, 我说这个反帝, 但是长期的, 重点是在出监, 出监呢, 我的看法就是, 在十八大之前, 零八年以后, 从零九年, 一直到一二年, 这大概是三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西华卖国派啊, 提出一个口号, 叫做三年阶段, 建立问题。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这十八大的前后, 要搞论中国, 要搞论中国, 论中国国权。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战略。 因为那个, 搞那所谓茉莉花革命啊, 核心的口号就是, 启动政治改革, 接受一党专政。 这是核心的口号。 他还是要在这三年内, 他领导都下决心了, 那在美国讲的, 我要干这件事, 风雷无尽, 知死奉休。 那, 那, 批老命啊, 是不是? 这个一个政治家, 很少讲这样的话, 那就是像主尊的这个, 杂小誓言啊, 发射, 就是够狠的, 三年决战。 但是, 就说好话, 这个茉莉花革命啊, 搞的动力不是太大, 现在是不是有更大的动力? 但是我们不得不跑, 要搞起来隐瞒。 但是, 你现在, 这个, 借西藏啊, 新疆之类的, 闹点重量, 有可能。 再一个, 高一批军官, 第一个, 冲军官就把, 提要塞的那股夫妇, 面里面坐着就打死。 打死以后, 一看没那么多钱, 最后没钱, 没钱, 老白丁怀念, 提要塞的那股, 一切都已成为历史, 全我。 就是, 他突然给你造的一些谣言来, 这完全有可能啊, 就是, 你知道, 你, 你, 神弄不清咋个事。 他们甚至采取无限的手段, 哎, 说这黄海, 丢一刀是谁出卖的? 那你把它干到了, 是另外一人出卖的。 他说, 你, 先抓这个的时候, 就像贝利亚似的, 在戈利亚似的打死贝利亚。 那有几种班本拴桌了, 一种说法就是, 开着会, 那万一他搞几个几种班, 冲进来以后, 就把出门枪就给你打死了。 有的说就是, 贝利亚, 说他们休息吧, 贝利亚, 向厕所, 走廊里走着呢, 背后出门枪打死了。 打死以后, 就开始公布, 说贝利亚似的有错误, 我们就在帮助他。 所以说他要停职, 职务也停职了。 后来又过三个月, 他就处于严重的罪行, 我们也不知道放进监狱。 实际上, 那半年前就打死了, 一步一步, 人体明白过来, 你怎么走死了, 挺长时间了都。 一切过, 政治是一个政治, 所以说你要相信他, 那就上让了。 但是当时很多人相信他, 后来揭露威利亚, 那罪名多了, 那他已经死了。 那第二步, 我们把凡的修正主义, 作为主要政治人。 有些网友, 这个战友, 我觉得称战友更亲切一些, 说您终于, 我反对修正主义, 这是一个素娘。 实际上你看, 我们第二步, 我觉得第一步, 把这个集团线打垮之后, 第二步, 我要重点转线反向。 反对修正主义。 我们和修正主义, 这个斗争啊, 也是一场生死之争, 也是不够避免的。 那相反, 斗争到什么程度, 现在不好瞎猜, 但是, 这也是一场严闻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 我们不能再取得胜利, 我认为是必然取得胜利的。 我们在坚持和发展矛盾的思想。 根据新的情况, 复兴社会主义。 这个复兴社会主义, 不是完全恢复原来的意义。 那很可能要根据新的情况, 进行着急, 而且要分级, 分部队过。 我觉得这是符合实际点。 但是基本的路子和框架, 是某种系列的科学生物。 我认为某种系列的科学生物。 基本框架不能变成。 那么, 我们怎么对待一些战友, 就这个口号提出的一些疑问呢? 提的有很多啊, 我不打算回避。 只要我网上看到的, 我尽量多回答。 这就是, 我们老祖宗都讲过。 这个理论呢, 就在于, 你对这个问题, 能给予正确的回答。 毛维系的原话, 就是理论工作啊, 就是能给予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 咱们不能说这么高。 但是你不能回答问题, 这问题提出来了, 你得增长。 你要回答得比较正确。 那这就是一种理论。 就是, 刚才宋敏说我理论上怎么, 我添加过高, 不敢当。 但是, 确实做理论工作, 你不能回答问题, 这是真的。 你尽量的, 你尽量的, 你要给, 你要, 你要, 你要自圆其说, 才行。 那要不然, 那你站住我。 下面我就回答, 这些网友, 就这第一个问题, 管对出现这个问题, 提出的疑问。 有的网友认为, 基本上是原话, 但是我有时候, 因为不证明出书了, 也有, 大部分没点网友的名字。 实际上, 很多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自己说的, 基本上是原话。 有几个网友我点名了, 因为他这个观点, 在我看来比较更鲜明一些, 这方面我点名, 点名也是一种同事的交流, 明明。 有的网友认为, 只要没有外地入侵, 民族矛盾就不会成为主要矛盾。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 就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是这个观点, 比较不变。 这没有外地入侵, 就是阶级矛盾的主要矛盾, 确实是和我们一起的一起。 基本上也是这样。 这个怎么理解呢? 我想给你这么个解释。 我们中国特色的附庸资本主义, 特别注意附庸这两个字, 它当然具备一般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特点, 有共性。 这个基本的特征, 这个共性, 确实就包括了主要矛盾, 属无产阶级的一个字, 这是必于承认的。 其实, 从这个观点呢, 它是有道理的。 而且, 他们能坚持这一点, 也很可贵。 可贵在什么地方? 这个, 它坚持这个观点, 有利于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你看, 我首先肯定。 对着不同理念, 我并不是, 你一下子就否定了, 那就是, 说复不了人不行。 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问题就在你, 我们要看到, 这个, 在一定时期内, 和特殊的情况下, 这个复庸这两个字啊, 这个特色, 中国的特色啊, 要说特色, 中国实际上是资本主义, 但是它是一种特色的, 它这种特色, 最粗粗的一点, 就是复庸。 毛主义干部, 前面特别说说, 毛主义讲的, 富庸。 不是我, 咱们瞎编的。 那, 它确实就是富庸。 前面就, 百事实讲到底, 好多数字, 两个三万亿啊, 说明问题啊。 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 这么多钱给了那万? 没有啊, 没有啊, 要说富庸之后, 我现在, 最大的富庸啊, 是不是啊, 比那些贴卷的富庸都富庸啊, 你还不说点富庸啊, 那坚实, 特色就是富庸啊, 这个富庸, 就说明, 它什么? 确实是带着奔平的利性贴, 它是衣服性贴, 这就跟一般资本营, 它也不太一样啊, 这就说明, 这个买办资产阶级很厉害, 中间这个买办资产阶级, 你去其他国家, 都没这么做, 这么大一个买办资产阶级, 这就是它的, 最大的特征, 或者叫特色啊, 那跟一般资本营也不一样啊, 这种买办资产阶级的存在, 这种买办资产阶级, 我们都知道, 前面说了, 它最疯狂, 它这钱财是爆发的, 它比一般的那个爆发不还厉害, 因为它靠着外国求荣, 你看, 我把这种肥价送到美国, 美国夸耀各国, 评了一个, 对美国经济贡献最大的人, 评了我们, 把你闹着, 你这么个荣誉, 他随便给你, 这就是, 一种交易啊, 这比一般资产阶级的厉害不厉害, 它爆发得快, 它的官僚买办, 它做一笔买卖, 美国人给它一笔钱, 那它爆发得比一般的, 那时间也就在那坑着坑着, 它一天天在那浅浪经济, 评论训续续来得更快, 所以这批人, 它最怕有共产党清乱的, 所以它投靠这个, 这个, 依靠洋主子, 它, 完了, 卖国这方面, 欺负老兵旁边, 更卖力气, 那样子就高兴了, 将来, 包我一把啊, 一人把我撑人家抛美国的, 可以包起来, 我尽管保了命啊, 这个特色, 这个特色决定着, 现在这个, 卖国派业它搞西化, 搞西化什么目的啊? 你认为它真是一样搞这个, 这个自探阶级民主, 民主制度独党制啊? 那是个幌子, 哎呦, 像我们这一代, 这个老一点都知道, 在中国搞独党制, 那是天天大乱的, 搞过, 多党竞争, 军阀混战, 那是, 就是, 那些北洋军阀的, 都搞了, 都搞得, 那些年, 站着平衡, 混乱不堪, 老百姓民不谣, 这都是历史, 这都是事实啊, 对吧, 对吧, 苏联多党是怎么样, 几天就跑了, 他真给你搞多党制啊, 那是高垮中国的一个手段, 他在搞这一招啊, 就是事发大之前给你搞乱, 搞乱套了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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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毛利用思想办的, 你首先承认毛主席这个, 讲的附庸自民主义, 你讲的附庸自民主义, 承认这一条, 你就好办, 你这黄朱二的毛主席那几段, 你不承认这一段, 你既然承认他是附庸自民主义, 那你就说, 买套自身也就是最新的第一, 因为对乌套太暴霸了, 最反动, 最苍狂, 在事发大之前, 还有搞乱中国, 你说当前是个军委家, 这就好理解了, 我们还要看到, 反对乌套买办自身也斗争, 本纸上也是乌套买和自身也斗争的一部分, 你观察买办自身也斗争的一部分, 你观察买办自身也斗争的一部分, 他后边说也是个资产阶级, 他也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你不能说, 观察买办自身也斗, 就是说送江啊, 他也是资产阶级, 而且即使是民族斗争, 毛主席也讲过, 民族斗争说到什么, 是阶级斗争的问题, 是阶级问题, 民族, 马来自早就讲过, 英国就变成了资产阶级民族, 它是国业全世界的, 美国现在也是这样的, 国业全世界, 整个人的民族, 它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而且它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 本人就是资产阶级, 所以说这个民族斗争, 我们和美国, 实际上是和, 是和资产阶级走平, 严格来说, 更科学来说, 是和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走平, 它有财务工资产阶级走平, 隆敦确实业, 就是隆敦金融了, 你看这金融出事全完了, 而且, 我们要看到, 在苏东剧变以后, 这国际阶级的重点, 焦点现在激动了中国, 因为美国, 苏联那边主要对手法, 把力量基本上, 统一都围堵中国了, 航空间内的都开了, 都广海大门口, 整个边界离青岛都不远, 沿迹沿迹都不远, 一律跟咱们北京啊, 飞机是半个小时的航程, 这个航程, 就是半径的。 所以我们国家处于国际上的买贩子, 国际上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和国内的官僚买贩子, 以及对中国发动的阶级斗争, 特别激烈的时期, 这是当年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 还要看到就是苏联呢, 苏联不是军事入侵, 被西方打败, 而是冷战, 也包括, 当然包括军队精彩, 也包括经济上。 我们有些同志是反转的, 反转斗争, 现在还在考, 这个转基因主量化, 实际上, 实际上, 是美国有这个东西发动一场升华战。 而且就连美国也宣布, 网络攻击也是战争, 这就是说, 不仅开枪开阔的军事侵略, 那算一种战争。 冷战以经济战, 基因战也是战争。 像这个, 中国政律梁恩道尔, 他在梁州一级这个书里就说, 他说, 我更倾向于把转基因工程的推进, 比作新一轮的鸦片战争。 他看过鸦片战争, 也很尖锐的。 我们掌握战争的这些特点, 那就好好理解。 现在, 我们和地人不同的矛盾, 有地域的上升。 要不然, 我们其他的, 这几年都老江和平发展, 老江河都不灵了, 结果东海, 南海, 这么多, 零土零海都多了, 它这个不仅是海岛的问题, 海岛周围那些海下的财富, 我看到的材料, 大家知道的更多, 不仅是大陆上面的财富。 那简直是我们的森林县, 而且出海口, 海上的交通不到, 要不然东海方法一封锁, 那是怎么做呢? 同时, 军事上的进攻, 也不能说没有, 八九年, 美国带头对中国使用全面制裁, 九九年, 攻打猪, 南海大师大, 01年, 人察机, 在海南, 创了我们的飞机, 08年, 策动西藏盘乱, 09年, 在新疆山洞里, 他跟我凑长时间, 而且刚才说了, 支持这么多国家, 占领我们的钓鱼岛和南海, 而且公开宣布, 就是你要是, 中国你要想拿下钓鱼岛, 美国要保护的, 要出兵来, 这是超约的工作, 但是在我看来, 起码在一定意义上来说, 这也是一种军事威胁, 甚至战兵性, 台湾卖给这么多竞争武器, 那跟过去, 这个军事战争行为, 这都是一种战争行为, 这都是战争行为, 军事战争行为, 也不是说一点没有吧, 怎么说, 我们过去说, 只要没有外地入侵, 这都是主要矛盾, 这都是这个, 军事战争行为, 这种战争行为也有点, 因此, 隆统地把反对处奸, 作为脱河口来达到雄武主义, 这样一个口号, 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只抓阶级矛盾, 只抓民族矛盾, 不抓阶级矛盾, 只抓次要矛盾, 不抓主要矛盾, 我觉得, 还是有点太简单吧, 实际上来说的, 反对, 要两百万资产阶级, 他也是有阶级多人, 一不斗争这个阶级多人, 简单地说的, 不是阶级多人, 是有点太简单, 不抓, 下面再回答, 一些网友的提问, 或者是质疑吧, 他说, 随着资本主义改革的彻底完成, 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 早已经不存在了, 因此, 这样的国家, 绝不一定能再保卫, 那就针对我的保护和守护。 早已经变了, 国家都变了, 就变颜色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 早都不存在了, 你是保什么国啊? 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呢? 这样啊, 尼克松啊, 在不战而胜这本书里, 不战而胜已经居住了, 在这本书里, 他提出苏联改革完成, 这两个标准。 这两条标准是什么呢? 第一次有话, 第二, 帝国解体。 他说这个帝国解体啊, 就是苏联解体。 他把苏联叫做帝国的, 把那个其他的加盟共和国是叫做殖民地, 那确实有些是撒谎的结果, 他把苏联还叫做帝国。 帝国解体, 苏联解体, 当夸台国解体。 再有四个话。 尼克松提出这两条标准, 封印出。 这个我们的新闻又说, 他走到这一步, 我们才说到改革完成。 后来也真是这样啊, 我们说苏联巨变, 苏中国。 苏联, 安娜, 标准也是这样。 你看, 一个是自由法。 再一个, 苏联姐弟, 党一华台, 苏联姐弟。 俄罗斯, 哈塞克, 白俄罗斯, 三个国家先告别, 但是成立独联体, 继续写了。 苏联主要是三个大国, 这个一垮一退出去。 叶里辛当时, 当苏联罗斯总统, 不信任的了, 葛老板, 不信任的。 苏联姐弟。 确实是这两条。 巨变也是这样。 说尼克松改革完成, 这两条标准。 要用这两条标准来衡养, 今天我们国家还没做到这一步。 正因为这样, 说我们当前, 特别反对这个西华美国集团, 就是他想走这一步。 他事情都在这, 就是要随着中国解体。 中国要解体, 那个内战法, 可能比苏联黑了。 他就搞了个车臣, 要打那么几家伙, 咱们要打起来, 很可能要给你打谢八怪。 他早就有计划, 因为苏联美国和日本那些战略家, 我认为也是战略头脑的。 美国人的战略头脑在世界上也是有名的。 那些兰德公司的研究, 哪也是这个? 在日本牧村研究所, 哪也是这个? 有人在家, 有战略头脑。 他们总结了这么多经验, 认为跟中国打不行。 朝鲜战争打得平的时候, 越南战争可以打倒了。 虽然说中共明显还没出兵, 实际上能够, 越南出兵三十六万, 就在越南, 那志愿军更不用说, 何说我们打的? 他们认为啊, 打不行。 那毛子, 在东北, 苏联叫做毛子, 这毛子也打了, 那毛子不是很厉害吗? 这毛子也让我们给打倒了。 印度当时多了多少人在印度, 印度的毛子兵。 据说啊, 爷爷孙子都有在一个部队当兵的, 又吃掉了饭, 枪打得很厉害, 不厉害。 那也跟我们老百姓讲话, 吃多的喜马拉和六楼太不行了, 行不行。 越南你看, 当时战斗比很强, 老美也打个枪, 那战是煮签子, 水下有湖签子, 士兵跳下去以后, 湖签子把大腿都砸穿了, 还扛着桥, 部队通过。 他那个毒蛇咬得也很厉害, 也是像我们那个, 丘少云那样, 死了以后, 中毒了也没跑, 这种力很强。 但是, 这场战争怎么打, 也会做反映, 你俩俩乐ice 那咱们另说, 但是叫上一下子也会所有事情 destructive, 战党的一人来说。 整个受投他总结 打不行完了, 就和平一主。 他认为最高的就是Roland自己打。 你分裂,你内斗,你打完,你不是能打,你自己狠打,打完了就老实了 这一招罪毒,我们轻闻的就终于不能上这个档 你要分裂成其他的块,军阀在一块打仗一场混乱,有可能许灵之狗 过去打到骗子,毛主席讲这是冷兵器,打到骗子长毛 那大刀骗子,比现在毛皮分析了,比现在这分析大把我打死人都多,哪里面都面哪 几万人,你十万人,我十万人,这个打,最后打,剩下没多少 剩下这几千人数了,结大部分,也就是伤病,真正好人几个打,对面老砍,砍不死你,你就砍死他 你说,那里才把谁也不保,那么看下去,几天的一夜,那还要保 所以毛主席说,那时候的灵体,那撒死人都多了 那也不过去,那中原,河南,那就是千里方圆,没有人也撒得略出 超红,超红的时候,你可得撒死人都多了 你可得一整八十万纳军,号称八十万,没有人也没有 就算四、五十万纳军,吃的一卷就要几十万 还有的一位网友,这个网友我就点名了,就是清源,清源网友认为,他说 由于中国现在已经演变成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 所以中国和美日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斗争,是属于新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增多 因为中国现在有一点二万亿的金融资本,这个输出已经遍布全世界 这就要求我们在美日帝国主义积极走国,发动清华战争时 按照公认无阻的口号,始终落实了 即让帝国主义灭亡我国 就是说,他们是,我们不是说反帝保国吗?他们概括起来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连帝灭国,就灭我中国 是不是可以概括,是不是万学他本意了?他意思就是公共祖国 跟帝国队打的时候,是中国失败,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几乎是原话 因此他这个观点呢,比较尖锐 他也毫无隐晦,也毕竟过来 这个问题我怎么回答呢? 就是说,他举述这一点二万亿啊,尽管也是个不小的数目 但是,和咱们说那个四十万亿的人民币比较起来啊 就是两个三万亿美元啊 他那个一点二万亿的数目就不算太大 而且即使是一个富庸资本主义国家,因为块头比较大 他高点资本输出啊,也是可能的 因为过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候 他也可能高点资本输出啊,或者起码商品输出啊 那时候商品都能比较大 这个也不能说,就是帝国主义国家 就说中国现在已经越来帝国主义了,我觉得它还不够可 现在你看南海东海,就是一个文莱啊 文莱几十万人口,也就是咱们半个县 咱们现在有个县一百多万人充满,他妈不少 有个大县二百多万,就是 他文莱几十万人口,就占定咱们的岛里的行为 还记着行为 还说我们是第一个多亿人 还记着是真的 很多人都不够一个 是不是 是不是 和这个比较起来,我们受资本 国际资本的剥削比较起来 那数目不算太大 总体上还应该属于附庸自民主义 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清人战友啊,你说 公共祖国,按照这个 当时列宁他们喊出这个口 事问中国就去的失败 都是这个,我很难接受 你又说什么呢? 我觉得国家是人民的主义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是老百姓的人民的财产 日本鬼子杀进来,美国鬼子杀进来 老百姓的生命财产 所受到巨大损失,就非常大灾难 中国有可能被分裂 而分裂以后我们国家 血流成河 也很可能啊 我们共产党,我们这个革命人民要再起来 非常困难 要说这个偶然性和必然性 从这个角度来讲啊 毛鲁西领导我们打下这个江山 是必然的,也有点偶然性 但是偶然性不如必然性起作用的 这是历史的变成法 对不对? 毛鲁西英明不大 再做一回忆 再稀罕 不是康尔战争生性 那达到江山市就有民主 只会三大单一 对我们胜利 对吧 再出现毛鲁西领人物 还会有 还会有这样的人物 但是能不能真正像他这么全才这么伟大 在我心目当中感觉不太保险啊 这就是说 我们今天的这个各种成果 来自为一 那太宝贵了 我们能允许他实验一次 说高高多党制,高高西化 那不行啊 这样一才大单的 但是这个它是有些损失是不可迷路的 历史是不能这么回头的 是不是? 因此我绝不能公认 你搞那一套不行 你习化也实验过来 那展现实验的话 够习化的 够开放的 这也不行啊 你再来再来 我们这个 这十三亿人你做谁啊? 我们公认就是 跟苏联曾大利子摆在面前 你还让我们学咱们搞多样 多样事 说他七个八一套 那这时候再搞这一套 哎呀 我说 那拼不得多少人 现在你看它 它那个南巡 它就不像 上一个南巡似的 哎呀还有些人跟着起婚 这次在起婚的人不得多吧 现在担着起 是不是 十年要吃 哎 所以说啊 如果真是有一批带路党 你要是帮着 央鬼子灭亡中佛 杀咱们老百姓 那老百姓 那老百姓可是 不把你当做汉奸 你给鬼子带路 老百姓不说你是鬼救 你见着人的时候 你还说我是左派 我要搁印 我要反正秀 那你老百姓 听说你宰了 他也不信任你了 你的鬼子在路里 你这是什么隔音 现在我再说 还有一批战友而认为 由于路线是决定一些的 所以制定路线 掌握最高领导权的特色派 才是主要敌人 才是有特色派的主要敌人 其他人 现在所谓的西化派 和特色派的争吵和矛盾 是由共同的经济基础 和阶级基础所决定的 它们之间 是不会撕破脸皮的 无产阶级当前最主要的威胁 无疑是当前的当政者 因此反对出监就能保护 实际上就是搞改样武艺 是做自反贪官 不反皇帝的宋教 这记得都是这样的 王宅了 这是有网友认识的 这问题也得回答 这有点难度 首先我们要肯定 就是这些战友 在极其复杂 和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 能坚持反对修正努力 反对有限机会主力 在我看来 是肯定很感动的 可我可欺 他们在反修动作主的历史性贡献 我们也应该充分肯定 他们特别坚定的阶级立场 并且我相信这些战友的绝大多数 将来在整个革命过程当中 也就是在复旧社会事业当中 很可能这批人特别能战斗 也很可能做出非常重大的问题 你像这个方正宪出这个五位壮士 是不是有这当中的一些战友啊 我估计都有可能 但是我后来准备 用名字我都没得记住 如果有的话 那也准备真正 但是我相信这些 如果真是特别坚定的话 那将来也会做出贡献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开拓 要承认 但是呢 我们在今天呢 这些思想上 认识上的是非 我们也要讲清楚 怎么讲清楚呢 它属于提出的路线问题 这里我举个例子 怎么理解这个路线 和主要矛盾和主要地理 这问题你得回答 你会回答才不复 不复 不复 路线确实是绝对一切的 毛利家 而且 他们是蒋介石这个 仰外必相安内 仰外必相安内 就是你要对付外籍 首先要过内一切 你要铁就好 这个 这个 蒋介石这个方针 也可以叫做一种路线吧 它确实是 但是 神社班鬼子打进中国 它提供了一个 相当重要的条件 因为它不抵抗 消极抗战 积极抗日 积极反共 刚才对句说错了 就是说 它抗日的确实消极了 但是 日本鬼子打进来了以后 你能说 蒋介石是主要敌人吗 因为日本鬼子每天 可是有三公斤的 在这时候 日本鬼子就是我们的主要敌人 最熟的敌人 尽管那个路线很重要 路线 使日本鬼子杀起来 但是日本鬼子杀起来以后 日本鬼子杀起来以后 日本鬼子杀起来以后 对人民的孙明太太威胁更大 他就是最熟的敌人 他给蒋介石熟 哪有熟 当时蒋介石 他在一根条线下 他很赞成你 组成了抗日的公民人间 在一根条线上进行了抗日 是不是 这时候你再说 那蒋介石路线的决定一切 那你那不行吧 最熟悦的敌人 确实是这个鬼子杀 是不是这么有点 对 你现在也是这样 熟悦主义路线 造成了 幻想买饭刺人机 西华 卖国集团 他这个势力越来越大了 但是这个势力一旦掌握了相当一部分的实权 又流入了美国做后台 他有时又爆发后 跟前面的分析比较多了 这个不重够 这个敌人性的最熟 他要把共产党的江山给你搞颠覆了 把中国给你搞乱了 十八大之前他要多权 要正改 他是不是最熟 你不能和那个路线 他们最熟 完了这个敌人他也不最熟 这个我们要具体分析啊 尽管那个路线是决定性的 它导入了这个后台 但是 它是个祸根 它现在不就是祸手啊 祸手就是祸很低位的 祸害最大的 那你现在就是威胁最大的 就是这个 西华白的地方 这个道理下边还要讲 所以正因为这样啊 我们现在回回头来来分析 刚才秦岛这位续锦川同志讲的道理 我很赞成 我们俩私下交换意见呢 他讲了一个道理 他是在基层进行工人威权斗争 老百姓威权的人从当中体会到的 他说这个 有一部分人就是基督派 也就是咱们说的西华卖国派 这一股人最希望 中国搞乱把中国共产党打倒了 中国一半散散 他们这一股人很贵很贵 你确实是这样 咱们的情况基本上是相同和的 大同交易 你像这个辛子凌 他就说 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和权贵自身 他说这个矛盾 或者是权贵资本主义的矛盾 他说这个矛盾 他就权贵资本主义指的是谁啊 共产党 他说共产党变成了权贵的一党 腐败的一党 也就是封面参与 因为你们孩子就接班了 因为你共产党够专制 这一个党 你子祖孙孙的党员 你得劳致着直接封面 积权 一党专制 就这个意思 因此要排到民主义的 他就把这个主要矛盾 现在说的是这个矛盾 这个矛盾比我们的 这有些左派说这个 主要矛盾是无产党矛盾 和自贵资本主义的 但吴晓越也差不多 全都以资产阶级 他也叫你资产阶级 也叫你资产阶级 也叫你资本主义 是不是 为什么 他就是这个圈套 你看他最后说什么 他说你左派 如果你赞成多党 将来我们可以允许你左派 作为一个党参加竞选 这是新的对共产党的 这就是个圈套 他们应该掌的权 跟你 让你就可以一块竞选 我们知道蒋介石 我们知道朝鲜的李承环 那韩国的左派让他撒了四十多万 我们知道印东西亚的苏卡托 撒ID 我们专门用词词叫做倒派D 花落自于花开时 许航代乃年 撒脱了 此名 那某个人都过了 那当时这个 印东西亚的共产党的形式很好 但是 人爱帝啊 但是 我觉得 这个 一个是马来的水平 一个是阶级度人的经验 是不是 这么丰富 他就犯罪了多种原因吧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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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了 五十多 苏卡托当时是后卫 后卫部队司令 但是 人比我支持他 那 痛得一几十年 所以 吓死人不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想让这个西方的政党 它掌了权以后 让你 就像你毛泽派 它只对毛泽派更凶 那修奴奴都不敢 将来是要他的命 他会让你掌权 你牵你一笑 是不是 就是 就是现在那个 苏东 居变以后 在有些多工国家 特别是那个 波罗地海 那个 立法宛那几个国家 埃塞尼亚 原来的 左派共产党 到现在还瘦是吗 你将全面马力都没有 都不能问 你想让这次 让你左派的这个将来 利用它这个民主 再上台 哎呀 这个 可能比较年轻 另外 对这个历史经验 学习总有多 有殊生气 所以我们呢 应该按照毛主席的策略思想 毛主席的策略思想 是利用毛主 对 增举多数 孤立少数 各个结合 毛主席再来给我 这个公开讲 所以不怕敌人知道 就是要利用毛主席 增举多数 国际少数 各个结合 你至于毛主席的奖内 我们都知道了 你这样的家 搞政治 就是要把 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 把敌人搞得少少 我们当前 讲爱国主义 将反币出奸 因为 大陆老的运动 他跌了 他跌了 他跌了好办 所以说 你这个 不能 只讲个路线问题 是决定一切的 嗯 这些问题都不继续分析了 那你不讲策略思想呢 连国集中战争日都不讲 那你觉得 对吗 对 就是 多少有点交调如意吧 清元 清元 东网友 战友啊 还说 就当前来说 资产阶级的民主 是武战阶级向资产阶级进攻的一个阵地 还有俄国战友啊 我都见过的 一个老称 不是太老称 因为我先走 走 走 袁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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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公开的发表的文章啊 他原话 我不赞成零八宪章的主要观点 他的反毛观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说反对的 但是我认为他们有表达己见的权利 更反对当局对刘晓波的镇压 这句话 我前面反复说多次了 就是这个多党制的西方这个民主和谐是多党制的 多党制 他就实际多党制 就首先佛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领导权 这领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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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波呢 和谐人眼 零八宪章的西藏人 他首先就是主张佛林共产党的领导权 他不仅这个 而且主张把统一的人民共产党变成联邦制国家 中华联盟共产党的领导权 这领导权公开提点 我们都知道 中国要退回去高联邦制 就卸化了 统一起来容易吗 我们这领导权子 很有经验 新疆西藏的内蒙 广西并下 那是叫做自治区 他不能叫个加募共产国 为什么不叫自治共产国 叫个自治共产国 那你要实行联邦制 首先就是这个联邦 一加过去就变成国家 那台湾还要学他呢 那东南还要广东 他还学一种方 不是 香港呢 别看小 新加坡还没想到差不多 他城里要想 自治共产国 口子一开啊 麻烦了 就是 刘晓伯又是这个 终不如说三百年职民地 那是公开喊开的 这样一个人物 你认为他有表达提建的权力 他就是煽动颠覆国家 分裂民族 如果你这是属于认识问题 那咱们好解决 但是内部交往意见中 对 你要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那我们 在左派队伍 他也是一条底线的 井刚啊 就是范井刚 咱们的乌尤之乡的经历啊 我战养啊 有一段话 我觉得讲得挺好 我们左派 他也应该有个底线 如果在坚持自己的立场 自觉地站在 赞成分裂民族 甚至刚才向前面说的 哎呀 在烟鬼子打印的时候 你要带路 你要这样一种立场的力量 那就是操约了底线啊 对吧 那 老百姓回答你 他就很严重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啊 我奉劝这些同学 你在这个问题上 你勿必要谨慎 要清醒 嗯 下面再说第二个问题 怎样看待 凡修旧党这个口号 哎 这个下面我也简单一些了啊 因为时间比较紧了 太长太晚了 也请允许大家休息 下面说第一点 为什么说 我们这个党 还有挽救的可能性 啊 这个有些同学是不赞成的 说这个党 还有挽救的可能性啊 哎 我说 起码还有万一的可能性吧 不能说 一点可能性没 首先我要说 首先我要说 在我们 嗯 党内高层 也不能说 一个社改派没有 也没 一点也没有 这个自改派和社改派的斗争 我觉得还是有感 当然这个程度 比如说表现的明显不明显啊 那是另一个问题 哎 但是这方面 我了解的情况嘛 这还是有的 哎 啊 我先 列出个名单来 这有的同学不一定赞成 不赞成的话啊 我现在我可以介绍的情况 我认为 像陈云 李先念 郭伟波 姚依林 王震 宋平 邓丽琳 王仁仲 张平化 郑田祥 魏国卿 耿彪 张爱亭 李绪明 陈奎元 魏威 马斌 李耳中 李立安 王仁芝 张轩景 袁牧 何登昌 高迪 徐永乐 庞贤 李承睿 李承睿 刘石 这些人 我了解的情况 都是在各种复杂 困难的条件下 进行了一定的斗争 有的是 间接维护工程会的主体地位 维护计划经济的主体地位 你就是陈奕 陈奕元 陈奕元就讲的融资经济 就是计划经济为伍 市场调节为伍 讲的经济是计划经济 不是讲的计划经济是个体制 融资经济 就不主张计划经济这个主体给改掉了 那就是一直坚持的 陈奕元都有记录啊 那你开始维护工程会的主体地位 计划经济维护 这必然是工程会的东西 后来陈奕讲的多了 我们这个是 其实我不是自问家 也是自问家 就是 我们是搞自身社会的一些男孩 现在讲的很多 到死没变 你不能说他就是 他答案他赞成说 有计划经济一位补充 改了这个程度他是赞成的 你一看深圳他都不去啊 就是 他毕竟没走过这一步 我们判断的标准就是看 监不监视这个主体吧 你这个就 你要不监视 你要不成这一条 他这个 我们说修认为 他就是主体地位改为了 就是 你不能说他发展在计划经济 他做主中的时候 他就是 就是 走自派 对吧 就 性举判断的一个国家 和社会性举的国家 他就是 供应制 整整整整整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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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别的我就不多说了 哎 我特意 最近 找到一个材料 大家 大家 不知道的几个人 或者 了解不太多的 我就特意 在这儿介绍些什么 我相信大家 会感兴趣 啊 你那种彭真说 坚持思想基的原则 对非是坚持马里比 毛泽东思想 哎 哎 被说成是什么 江派保守 反正在开放 这种说话 这种说话 极为荒谬 我们很知道 哎 李春瑞 那个同志在一篇文章里 就说 那个彭真是把 思想基的原则 他是当过钢的 他说思想基的原则是钢 他要开放是木 他是 他就是 这个教授 那就是 真一反正自由思维 这个自由化 我们再看看 这个 这个 郭一波 郭一波 郭一波说呢 他在2005年 他就强调 就是强调啊 现在是到了 搞好社会重员的收入分配 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时候 哎呦 这个我说这个 郭一来啊 怎么强调这个 防止两极分化 现在有人要分担动 郭一波 郭一波 零五年的讲话 现在多少 这是上来来 你干嘛的时候 就再看出来了 这个 郭一波 这个思想 郭一波 这个思想 郭一波 郭家 郭老爷子 这个孩子 在做家了 零五年 这个不好 那有人在做家了 这博老八 还 还讲这个 功能富裕 还是 最重的 在动力圆权 我來跟柏西蘭一對也對,柏西蘭是做蛋糕,分好蛋糕,它不僅僅是供給問題,它還是發展的動力。 柏西蘭林在19世紀,當時是政治消息人,1983年,他參觀了《燒燦亦厚遇》的詞,連 в字都是照片,他們就下編了。 你看他这么说的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接近 它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公布的自导思想 特别重要的是 一切公布自导思想 将来也是 这就是说 现在毛泽东思想也不能落实 也不像是像某些人说的 毛泽东思想 一定不包括在特色理论当中了 特色理论是 等了三颗 这就有个人公开讲的 这希腊人家公开说的 永远是我们这些古人的指导方针那边 指导思想 这个缘块指导思想 这希腊先明 就凭这一条 这老人家 这马列重力 就坚持了 这立场子是先明的 我们能够大声走出来 我们这 你看他原话是这么说的 说思想基本原则中 马列重力 毛泽东思想也很重要 中国丢掉的毛泽东思想 就是灾难 他也是 这位将军 老师讲话 大老师 他应该说 经过这么多的锻炼 也不应该叫大老师 但是 一定是我们这样吧 但是也确实 他很 很 很喜欢知识分子 那个知识分子 叫朋友 但是你看他说的话 我的意思就是 比较知识分子 就会丢了毛泽东思想 是一场灾难 这跟那个 江耀先生说的 说中国丢掉了毛泽东思想 和共同志 就完蛋了 哎 这也差不多 就是说 哎 我们 看这个党内 这个路线骤争 这两派的斗争啊 不能简单化 你就是公开的有些东西没看到 啊 我们还要进一步的了解 通过各种处境啊 通过有些同志 要把这个信息传出来 就是说 是有度论的 而且啊 我们还要看到一点 就是 有些人啊 是不到 是馒头啊 不到时候不结果 这一点也需要我们注意 你看为什么就是 有些人到实际城堡了 就站出来 有些人 就是 退休以后 就来这儿 感受正法 实际 实际六年 那比如 官员 你这个 有时候 不如为场合 你不如为策 你不为 就得保护自己 你能够管 这个我们也要理解 至于基层的党员 你更不用说 我的基本判断 我也相信很多同志 也是有看 我就跟很多同志交谈过 就是我们的 广大的工人 农民当人的党员 可是大部分还是好在 顶多是你认识的问题 当然有一个别的 那就是 变坏的也很 但是 哪都怪我 就这一点呢 我也有例子 就是我们到现在 根据调查普京 全国还有八千个村子 坚持高级集体营地 就这一条 就在提马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那在基层党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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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到南京村去过九次 我也是他的荣誉村民 那跟他们聊过 那些党员 你看 那好几个人干 领着干 他们干得挺来劲的 好几个挺好的 好多大经理学家到南京村看了以后就说 你们顶多在兼职三五年 这是从人以前说的 结果他们的话都落空了 都碰进了 现在到现在他也难解得有话 你们就知道 从九十年代初 就八十年代底 就开始在现在 现在多少年 二十年代代理 实际上是民心所向 滑不了的 顶多个民人出点问题 但是起码这八千个村子都不会滑 在这里啊 我可以举一下重庆模式 我这个 你知道这个 非常推崇重庆模式 上海有那个影子观重庆模式的讨论会 让我和洪杉老师一块去 我也会上去做一个发言 激励 肯定重庆模式 最近我和宋敏聊起来 也谈到了 说重庆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就是 共同富裕大队的起码 作为下一步的 重要任务提出来的 这有两点 提出了基尼系数 有4.2% 要降到3.5% 这对一个成人来说 这个富贵就不小了 别人还在升 他在降 这就需要他发展 富有经济 恢复公有制的主体结果 这一点我在重庆也做了调查的 但是我不是第一手裁的 在重庆的同志谈 包括那个熊玉同志 八十多岁 老陛下的 他就说 重庆采取了一些措施 例如把这个工资房交给国有企业办 国有企业的资金运转 该房子质量又好 资金也盘活了 国有企业也更大了 不过该的工资房 一片一片的 国有企业更大了 国有企业的 比重 恢复了10% 这些年增了6倍 现在有的说说 现在有几种版本 有的说恢复了40%以上 有的说接近了50% 现在咱们保守说 就是40%以上 在全国国有企业 他在恢复 他还要通过共同富裕来推进 说说 有的同志说 简单地把重庆说一个改良努力加一遍去 这个太简单了吧 你要说 看根本 那这个主体地位是根本 他将来恢复了主体地位 看你怎么说 那你就不能再说改良努力了吧 这就是通过一些办法 解决了主体地位的表观 这就是标志着社会性质的一个东西 再一个 第二点就是 反修倒挡 会带来什么危险 这个我就简单地说几句啊 这个前面说的比较多了 就是有些战友啊 他是主张反修倒挡 咱们是 呃 前面说的是 反修救党 通过反修救党 通过反修救党 为了反修党 他们是 这个党已经完全变修了 自反接政党 因此 反修就要达到 就要达到这个共产党 令起不来 令起不来 这个反修倒挡 可行不可行 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很大了 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人生死中了 确实应该甚至有甚 我们万无一失 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反修救党 这虽然说修正主义多年来占统治地位 但是 多数党员是 这一点要肯定 再一个 我们看看苏联的教训 苏联跟共产党垮台的时候 苏联是一百 一千九百万党员的 这一千九百万党员的 他国人还是公民党员的 普通聚工员的 是不是 那党官就不能占到绝大多数 在莫斯科就一百多万 在莫斯科的一百多万党员当中 那也可以说 工人、农民、普通党员也占不消党员的 是枝条 高音的枝条 因为什么呢 在达到修正主义 老百姓对修正主义 当时这个党 在叛修了 痛恨他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有道理 但是 事实是 我们也得看后来的事实 事实是这个党化太后 结果出来的 这前面说的很多 这也是这样的 现在 你这个很多人后悔 看到 如果当时 我和自己同学 还记忆人 起来当时 就是说 如果 当时你支持这个阿拉耶夫 那副总统 你再搞个救货 那很可能是另一个地方 当时没有人支持 他想保苏联 那当然 这些人也不是真正的马来个位者 也没有公元群众 所以他们不懂 但是 国际特尔的思考 就是说 你要是能保护苏联 他也不就是有信心 结果苏联一揭提 你看到现在 你俄罗斯共产党再想 动强再提 贪贺主义 就是那个 普京等人就是绝功的龙人 他就会被龙人的功能再起来 再起来 太难了 这个教训 学的教训 而且我们要如实地承认 在现这段 这个问题不展开两个 我们可以承认 现在部分 还是 就是 威胁我们这个民族佛家统治的 基本力量 别的对象还在这 你想让民主党 你想让地下的民主党 你想让 什么马列某党 你想让这些人就上台 想掌握这些全国政权 这些全国政权 这些全国政权 这些同志很可能是非常革命的 非常聪明的 这个我们也要肯定 当然 但是在这边做法 我们不算一公开大陆极了就 遭到的损失 因为这个方法也太简单 不算一公开大陆极了 也不算一公开大陆极了 也不算一公开大陆极了 因为社会主义很努力 这个主义要解读着我们的教育 第三点就是 大多数公开党员和老百姓 正常冲击摩世 这说明了什么 这应该是冲击老百姓本事 我们接触了群众片 群众 咱不说在对个人感情里面 不过现在一出场 老百姓看见群众是永活无的 就是台语生还激怒 不上公开 就是共产 就是在下任工人当中调查 那是唱乎打黑 解决这个无法问题 城市 农民那个不可谓一下人 有些那个农民那个土地 什么权力 那个福利还不便还保护 我来懂城市还享受这个 即将待遇 你怎么从立心去高兴啊 这个不得不承认啊 老百姓最重新模式 最重新模式 大多数珍惜于我们 因为现在能做的这种 就可不错了 这一点我们左派要系统老百姓 老百姓现在就是看 这个问题是什么的概念呢 我是这么分析的 老百姓现在 他把最后的希望 或者叫巨大的希望 寄出了重新模式 推广上 老百姓这种模式 这推广这个模式 如果这个破灭了 希望破灭了 那是这样一回事儿 那就是非常良善 就得走下一步 但是 现在就重新模式 老百姓接受了 我们那些 左派你要否定 那么老百姓现在是不理解的 看下这个 因此 对这个 我们根本不能理解 我们这个要考虑 大多数群众的绝成 和他们的愿望 你这个左派 你和群众一起斗 你得考虑这个 这就是毛病的事件 你看关于群众主义 关于群众生活主义 就讲了一个道理 大就是大多数群众的绝成 从这个世界就大 这下去真正的 讲完了马里边毛利子的精髓 你当然 真正的 坚定的 非常革命的左派 有可能是少数 但是你要是真正的行动起来 所以 大的政治斗争 你考虑多数人的绝对 和他们的愿望 那才行 才行得通 对 这也非常重要 谢谢 这个翻译我 并不行 这里 我就提出 三种 革命的模式 第一个 是文革 那是毛主席的一种 革命的方式 文革 下面就是文革 武革 武革 是毛主席的革命 那你不用说了 武革革命 就是革命战争 还有一种 叫自我革 我给他盖过这三种形式 自我革命 共产党内部有一种力量 通过路线斗争 像尊业会议这种形式解决问题 也可能是尊业会议和军人斗争 相结合的一种形式 像我们这个 神童毛衣士 从穷军 上面对于这种 结合起来 这是资格和文革的一种结合 资格这种可能性 也不能完全排除 但是这种非常艰难 可能性打得大 不可估计过多 这个关键一点 就看崇尊中是文革的费用 如果修正主义者 特别是戏法派 要按他们的手段 就文革一念 文革就是 伏笔 中间一个武 全平革的 如果按他怎么办 那按斯文革 自由革它能念 五革了 所以说 我看到这个 这个方正县 这几个英雄 我就 我身体也高兴 行动啊 是不是 那你这没办法 就是五合 咱们他们还敲不了五合 反正是动手 唇砸一下 我看到马上说 是不是 那你准备行动 三种行动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重新模式 当天是个关键 那你这个 包括修正主义者 你要是否定裂造 那老伯爷不能答应 那就没办法 一个政治计划员 现在给老伯爷看了 这也这么一件事 就是 老伯爷实在有 全国也是在 附屋推网 成功打黑 很多地方也在搞 外面也在学 就这些 我接受不了 都要保定 我看有一部分 这个四五个常委是支持的 这就挺好嘛 有一部分人 就先把你表态了 有一部分人反对的 你 这个 这个要反对下去 我觉得就是 跟大多数人无敌了 大老伯爷明白 所以这个 要看清这一点 如果一个政治家 还看不清这一点 包括我们毛左派 要看清这一点 我觉得 不是一个全面掌握毛龙四角的革命人 其他 这个策略四条 我们也没讲到 下面再说这些战友提出的不同意见 我再给你回答 有些战友认为 提出所谓自改派 色改派的概念 是苦谣思听 你能坚决纠正 这里我再说一个 要说坚决 也必须纠正 那时候也纠正我 因为这个概念 确实是我提个人 先提个人 自改派 我老子 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 毛主席说的是色改派 但是呢 我非常逃通的一个是 他们老打着改造的喜好 这些人就是天天讲改造的 讲的你非常佛的 就是经营的两种改革官 套那个 就说你这个自改派 你得调自改派 好办一些 不让他改革起来 我说你自改派的那个 要主动 这个呢 前面说的很多呢 色改派自改派 现在客观存在 你不能说你这个 说说这个 就是你要是经营的 对我说的 对这一个老同学提出 还有一些 网友认为 改良主义一批人士 他们对社会条件下 觊觎革命的理论一窍不通 不认为革命的对象 是修正主义的统治集团 而只是其中的一个像 一个像 就是指的 弘雅说的 前五姓王王明像 因此 他们自然会成为 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孙将 还有的网友问道 劳动人民不应该 反抗 反抗 这种剥削和压迫吗 一反抗 就说反对一党专政 有这样的道理吗 看到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要高多党制 而反对一党制 就劝说无产阶级 放弃自己阶级的目标 这是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 发出了一系列的试问 首先我要承认 西方派的大领导 确实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个人 但是实质上 它是个国家买办资金 已经代表了 不能简单地看起来个个人 美国把他平成最有影响力的 这些政治家 对美国经济上最大的人 美国的皇帝学会 也平反什么的奖励 南方暴戏和呼唤中国的 这个小谷 整个买办资金 特别是那一篇极右的 包括一些自由的集团 那不欢呼啊 这个大领导是 是那个 所以党内民主派的代表 寄与很大希望 这一篇极右的集团 就是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认为啊 他是买办资资金 塞勒布里塞勒 这种 这么简单地说 就是个贪官 除了贪官啊 那太小看了 一个贪官 美国一个国 这么捧他 就是说 就是说 魏巍同志有段话 我念一念 对我们很有启发点 魏巍同志说 我们应当分清 谁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 修正主义集团 与极右派的主要区别是 他们还戴着 共产党的帽子 穿着共产党的外衣 有时还做些 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 而极右派如果上台 极右派实际上 就比习惯了 那就会撕取一些伪谤 对共产党就不是 血性 这些人更凶惨的这样 有位老太太 他就说 心里啊 确实可恨 但是呢 他还是戴着 共产党的帽子 穿着共产党的外衣 有些干着 冠军堂皇的事 你要是有一个极右派上台 那谁要撒人 这个确实不一样 这个我举几条例子 这几条例子 我觉得可以看清 就西化派和这个特色派的区别 这一点我也是冒着一定的风险 估计有些同志会不会 也是不赞成的 但是呢 我们确实需要实实求实的分析 这个我就大胆地进行一些分析 你看看 修正主义主要是搞自由化的 西化麦果集团呢 他不仅搞自由化 而且在政治上要搞国党制 这不一样吧 修正主义者呢 是不一段思维主义的课 而西化麦果集团呢 认为家庭连产党报责任制 三十天不念 五十天不念 什么概念 美国是家庭连产党这四个法 永远不一样 修正主义是不一段自分主义的 西化麦果派呢 永远不自分主义 这是不一样的 修正主义主义 修正主义主义 搞的呢 是右星机会主义 在咱们 党内战土的地方 但是西化麦果集团呢 只要把共产党作为封建才能实力 其专制主义 作为非法组织 就是这样 这也不一样 你看看何伟邦 包括这个 秦晓 秦晓是 孙文勤给孙文勤当的历导 招生局的董事长 招生局是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 平安保险就是招生局下面的一个银行 抱怨不死 不大还得招生局 这个秦晓就说 按照董事下 这公党是非法的 你看看 公党成非法 这就是 共匪呀 叫我们是共匪呀 你看看这帮人 要上了台 共匪 红二代 都是死 匪二代 什么下场 是要掉脑袋的 还有的战友认为 这些 既然 社会的条件下 继续格为对象 是修荣鬼 同时集团 那么 如果 故意 搅魂 主要矛盾 转移当前阶级的大方向 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修荣鬼 同时集团 还有的战友问道 这个战友啊 说他名字的就是余泰 余泰我还见过一面 他提了一些问题也很简直 有人总以为我反的还不够积极 骂毛雨士 性的灵还不够狠 其实我反的是 我其实我反的最积极 只不过我反的是根子 你们反的是枝叶 数字就是枝叶 请大家认真想一想 是谁在偷偷包养着反毛者 谁才有能力包养反毛者 是谁准许袁腾飞 公然在电视媒体露面 并公然污蔑 开国之父摩托东是人杂 一个党对本党的电机领袖 被如此谩骂却无动于功 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是小事吗 不值得很深思吗 这是 以太老弟啊 发出了这一系列 慷慨激昂的追问 这一系列 连续追问了 五六二问号 我觉得这些战友啊 强调吴藤尼专政下 具体革命的对象 是修正主义 回来就走得败 是正确 那截至这一点 像说我说的 很可贵 但是我们也看到问题 另一面 我们现在啊 我们现在啊 它不是无存其心专政的条件下 它不是社会里的条件下 刚才说的 它是资本主义 富裕 而且富裕的是 富庸资本主义 这样一个条件下 咱们革命 你不应该 要真正忠于 富裕资本主义 跟它们继续招搬那个 富裕资本主义 我曾经专下那个 那一套来办 我也不讲了 这是因为啊 这个买办资产业绩 它们是由买办文人 买办官僚 买办商人 勾托这个集团 非常逊 俗话说 狗障人士 麦国 麦国派这个走过 它 账的是帝国主义 这幅唯一的超级大 现在这个超级大 我凶了 最大的霸承主义 要说 这个 反贪官不访皇帝 从世界范围来说 这个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 它本身就是 最专制的一个 皇帝 帝国主义 它就是 它自己当了皇帝 不许全世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 也不能简单地说 我们反贪到我们皇帝 因为这个养祖子 是 这个 希腊派 特色 都是他们的养祖子 国牌 而且 修理主义的重要特点 就像毛维讲的 国内是由自然的影响生的 国外是突然地国主义 去回地国主义的压力 为了修理主义 产生了两个根源 对外 它去回地国主义 压力 害怕地国主义 当地国主义 当主子 是不是 反正这主子 你就不能简单地说 是不想皇帝 是不是 他们才是真正的皇帝 而且我们要看到 我这个分析 也是指出一个 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我看来 修论主义者 跟西化派不同的是 西化派 它代表的是 买法自然阶级 这个修论主义 代表的是 或者基本上代表的是 民族自然阶级 刚才修论主义 它为什么太软弱 它就是说 它表现的民族自然阶级 它对地国主义 它是软弱的 当然它也受地国为欺负这一面 排在一定程度上 又有一些增多 这就跟西化派的一样 所有派人呢 那是贴杆 把都当这也搬过来 但是我们看 我又提出了五个洞 这五个洞 公开的就是一样的极致 我是不知道西化洞 这个洞 这个可能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能说它完全一样吗 我们现在一样 现在两派分开就自己都不承认 它是一样的 它就 老门娘子就掐起来了 斗起来了 是不是 而且这个斗争 它可能将来是激化 那反正 郭西莱也是个例子 你怎么能说 它们是一派呀 共同阶级技术 其实技术我在这分析了 这部的不是共同的技术 它代表买办自然阶级 它代表民族自然阶级 或者基本上代表 那也不能说街机服务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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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六一 才是不错 有一个理论观点 能站得住 大家可以推敲 但是大致如此 就是个面对现实 还有些战友认为 自由暴力革命 才能成为无产地革命的主要方法 自由那些反对暴力革命理论的修正主义者 才攻击马列主义者 坚持这个理论是教教的 因为他们这些战友 就是有些人说他是教教主义 他真的很恼火 哎呀 不常是教教主义 说我们搞死 暴力革命是真是主要的方法 怎么能说我们是教教主义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 我这个也很尖锐 在左派内部 就是非常坚决的就是 在这即使是在一定程度上 赞成 就梵力出奸 就敢把我口号对披 什么的当中 也不一定就是 百分百的赞成我这个提法 我是这么提的 在当前 我们是主张 即使有一点希望 或者叫万分的希望 我们也要增取 通过党内的路线路征 解决问题 像遵义会议 或者像空心模式这样 那解决问题 有一线希望我们也不放弃 因为这个是上策 我们国家避免陷入内乱 大部分老百姓 现在也倾向于这种方式 这正是我们前面说的 重心模式 得到共同赞演的原因 这个我们就要承认在 但是呢 刚才我也讲了这个 革命三种形式 就是说明了这一点 就是说 如果这种模式不行 那其他两种模式就可能发生 那就是文革和武革 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个我跟有些组织关系 可能不一样 我承认这一点 我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 如果 发生了街头的 街头冲突 街头正式 在这时候 有反革命爆弹 对我们 左派和老百姓要平凶的话 我主张也是要反抗 不能那么束手 束以待毙啊 是不是 那老百姓就 就 白白打嘛 我主张不白白打 当然这种动作的形式 那到时候 要跟你请问 这些 确实出现反革命爆乱 就像现在这批人 刚才讲的 就严肃革命起来 他们不禁散散步 而且 打砸抢烧 在街上 我主张 平息 是有什么手段 那老百姓也可以参与 我主张参与 我觉得有这个准备 不算做情况下 某种题也讲 那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 国家的命当中 其中也 就是要夺权的嘛 下面 再谈第三个问题 怎样回答 当前 应该怎么办 灵活 就是当前应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呢 我曾经在 有两位主策的 就是 什么看了怎么办 再谈怎么看了怎么办 这当中呢 我都提了一些建议 对这些建议呢 很多从这 提出的意见 就是修改补充 下面我根据这些修改补充的意见 再说出六条 第一点 第一点 或者叫第一条 第一点 或者叫第一条吧 第一点就是要按照在十八大前后三年决战时期 要把反帝出现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的要求 当前应当集中力量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开展一场对汉奸外国贼的大揭发大侵杀 大批判的斗争 在此基础上对政局确凿最大恶极的 包括你像零八宪章的签名者 而且几乎改委官 这一批人应该列出一批人的汉奸名单 我们左派战友应该采用多种形式进行斗争 包括签名 进入座 深谷大会 军军公司大会 如果这些合理合法的要求都能满足 就应该采取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其他形式 进行优利有利 有接的作品 不达目的进入法性 如果有任何人任何组织 包括一些的领导人 领导机关 如果当很包庇 货人价值的汉奸外国人 那就等于自我宣布是国家和民众的敌人 人民群众就有权利和义务 对他们实行问责问罪 另外对汉奸先败国队的一些具体罪行 也通过各种形式 因为手机转信 电子信箱 非营牛家 客户专门的各种形式 做到家与贵有的人人皆知 使他们变成国家老鼠 第二点 按照在取得打垮当前的西方脉口集团 重大胜利以后 要把凡党救国作为首要政治人物来抓的要求 从现在起 就要在原有作用的基础上 全面加强反对修正主义的作用 就包括在其思想理论方面 要把他那些扭论的 轨接出来进行批判 同时 有针对性的提出一些心理理论观点 在政治路线方面 要通过对三十年改革开放发展 工作的施务进行总结 这诸子地位的上识啊 我在这里特别讲 讲一个情况 就是这个新浪财经啊 是一零年二月九号报道 国家统计局长马建堂 他讲 2008年中国工业中产值 国有及国家空股企业占百分子二十八点三 非国有企业占百分子七点一 因为这个基础经济手段的比重很小 这基本上就反映了公务制住的地位的上市 你看 所以非国有的占了百分之七十一 我们就说占六十多五十多 这也是占了公务制住的 这也是占了公务制住的 上市的主题地位就因为了性质的改变 正因为这样 我们赞成通信模式 这个通过推广来解决 但是呢 我们不能把它看作 全部的希望 唯一的希望 其他又搞了 我觉得 这是不行 其他的 我们也要准备 第三年 要用一分二的观点和方法 总结文革和改革的成绩错误 打碎自改派 用于否定某种思想 否定新中国社会主义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模式吧 打破他们的两个王牌 这两个王牌前面说了 封建参与 封建一步 这两张王牌 必须 打破 第四一点 当前要具体打好五大战役 五大战役 一个是继续升到某种 新中国 第二个就是 反对转机营 主义黄 第三个是 反对恶性通货荣装 第四个 在十八大之前 对三十年改革的 十五级营 是大火 一大集结 第五个是 开战一场 批判重新模式 重新模式 所以实际上是代表了这三人改革中的失误 这一套东西 推荒重新模式 这五大战役 我觉得深藤某一事 重点在于观起爱国人 反转 重点在于非究责任 非究美术责任 反通常 重在激怒 反通常 重在激怒 怎么 或者谁 把经济危机转下到老百人头上来 另外 搞清改革中的失误 重点就在于 对内搞 我自由中一刻的改革 我对外搞民族投降 要害 是非常可以 抓这两种 抓两种模式的斗争 重在打击 西华派利用 广东模式 在高级干部当中 影响 幸福莫大 这个我们要记住一个教训 苏联接起的时候 幸福不调查 百分之八十二的劳金 不赞成 搞发损失 全面保责事 但是百分之七十六点六点 高级干部 十万人 十万高级干部当中 就是所有七个多人 赞成 做这个搞这么容易 这苏联就挂了 因为 掌权呢 十万高级干部 我估计 不典型是 第一位书记 周长一上干部 当中 包括高级军官 和高级知识分子 是吧 这方面 大国的赞争 藏测测测 虽然不大 这个教育 告诉我们 这个 在重新模式这个问题上 我们要解体 就是说 赞成 重新模式的人 在 省部级干部里 有相当的诡历 就是我的判断 这批人 因为他三年 我都让政部搞过来的 干部这么提把上来 他现在讲了 他搞这一套东西 他搞挂了 很可能也有既得利益 是吧 因此在高级干部当中 赞成 重新模式 赞成 广东模式 还有相当的评 这正是 推广 重新模式 遇到阻力的原因之一 也是重新模式啊 他该这么消耗 现在有人 在公开这个娇娇 这是一个严历之一 汪洋 是在他僧委的权位上 不点灵地 你说我有针对性 拼了拼起来啊 担拼了拼起来啊 他还是厚拼的 而且说我的有针对性 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就要完了啊 不点灵地公开 这什么意思啊 够嚣张的 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视频要不晓 不能看得太简单了 广东模式 这不是很简单的模式问题 我们要全面的看 也不是说 对广东发展 我们全面要保定 不是全面的 进入造飞行当组织 那都是有贡献的 但是作为一个模式 他这个工作当中 就是这个改革当中的一些失误 有些东西是不能再坚持的 你一定会 有些口号我都不赞成 现在也不 今天也不应该这么提 是不是 遇着轰动 绕着绕着绕着走 先生孩子后起零 不会兴舍兴资 是不是 时间就是金钱 教育就是圣灵 你这时间就是金钱 时间就 就 就 就专门抓到金钱 这个 这口号是很极端的 这个口号 造成那些相机展看 是不是 我们生人的价值 就 一个社会的价值 就是金钱吗 能有这个衡量吗 是不是 那这讲效率 它讲不讲公平啊 是不是 确实口号很极端的 造成这么多问题 它这个观念 这个模式不行 你现在我们那个 比如说我们这个 全国的农民工 给在 在 在 广东 打工 调高位 调土 用什么 那工资下了这么多年 掌握多少 很低啊 多多年出现就不大 这能行吗 另外就是 大量的 外向性的经济 这走下去也不行的 我们还有没有 这个 这个 自主权 经济上 应该搞不搞创新了 是不是 这个问题 在这里啊 我特别要提到 这个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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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看了一些明文记忆来 网人 人间不公 网友 准备 合北 反正 汉中 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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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泽 江西 这个无畏英雄 无畏英雄 我看了他们其中的一个 就是河南郑梁氏人的上网 他没有非常爱的 我来是皇英雄 村长拜订 家乡人都来了 因为我突然一激动就掉眼泪 我认为这种大岁数很小的爱 有点感觉吧 这个 这青年可爱 老百姓可爱 村长就说 你就是中国的青年 佩服奈华 女工这个献华 带着大工 现在还献仙华 小伙子他两只三十来岁 还有点害臭 不知说呀 我忽然感觉啊 中国有些 就这么个事儿 这么个老百姓去欢呼 老百姓啊 你要是真是汉奸卖国贼啊 你怎么还要搞啊 老百姓是饶不了你的 就是中国的希望 通过反帝出奸 爱国主义一个生命的救命 是不是啊 我们小看的这件事儿 毛主帝讲嘛 一个领导者 你能看出来 地外主义就出现的东西 你看出来了 那你也算有水平 但是你不算高明的领导者 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就是地平线上 刚刚出来那么多小苗头 风起雨 微平知道吗 就是那小富平刚风一动一动 你都能看出来了 看出发生军事 那你是高明领导者 你才能对掌握全景 遇见发展 掌握领导者不正确 原话我尽情了 这有大理的意思 这博平实在是有名为难 讲到家了 我觉得从这一个事儿 我看清了 老百姓的决心 青年在行动 可不可以 哎呀 我觉得三十年了 这条路线我是不赞成的 因为他搞了一个公共主主体单位 被主体定位搞没了 但是 过了三十年 我们也进行的 我说话话 我一直在经验动作 找不到头的时候 这位怎么发问群众 哎呀 招不死梦想 电影 看来啊 还是群众是真的英雄 你看 我就没想到 去拿锤子去扎在这个方正 你给你 去示威 那怎么也就干起来了 哎呦 好啊 从此开始要干起来 太好了 将来各地要成立出奸团 这确实是政绩确凿的汉奸 那老百姓起来围斗他们一翻 我都会赞成你 这都会提供的一个方式 不在于这个具体实践本性 这中的就行 好 哎呀 我这个 没法表达 哎呀 我这个 我喝出这条老命 也要支持这些人 也要 也要 有一句古诗词叫做 子归夜半又 剃血 不信东风换不回 啊 我觉得我们左派啊 啊 我觉得我们左派啊 递出点血 也要唤起民众 啊 拼出我们的老命 也要把我们左派啊 也要把我们左派啊 通过各种平时 谈心交心 也要团结起来共同分斗 和我们 这么可爱的年轻人口 全都一起 把我们中国这个社会主义江山 把我们人民政权 也要成为 提拉的 啊 就这个意思啊 所以在这儿啊 我应该给这些青年集合共 另外我们这个 呃 第五点啊 我们毛泽派内部 我觉得应该 呃 建立一种 内部的 建立健全吧 分工协作 沟通思想 举唱无端 参加呼吁 这么一种 体制机制 这说的 这这里说的这个 这个分工协作啊 我觉得 可以这样分工 像我们这个 最后也大了 另外这么多年纪 搞一些政策研究 也相当于 也包括理工研究 因为综合的地方 就是下去啊 这说的话 有时候也不太方便 接触群工的本领 也不能太高 有些实际工作啊 你想 这些同志 年轻人多做一点 维权的 有时候本身就是公立农民 我们呢 其实 确实 按分工的 他们多做点 治疗的实际工作 他们就是 把这个 黑心老板斗 这个 这个 什么 方材商斗 烂菜签 他们有这个本领 咱们适当搞的分工就是 你们多干在这 我们多做 多努力感 我们就是便宜 多卸材为难 我觉得 这个应该有点 适当的分工 是不是 这个咱们结合起来 啊 这个另外沟通思想呢 我觉得 就是多做 各就多做自我批评 河南郑州啊 有几个青年网友 就提出了批评 说北京有些人呢 你高高在上 啊 进去跟上边沟通 上边有个什么动向 你们看着挺大的事儿 嗯 对基层关心不多 接触群众不多 我觉得 这个频道呢 对我来说 都可以适应 我需要接触 将来我们做交流 嗯 这个我就 不多说了 反正以后有机会啊 我也愿意做交流 第六点 就是 就是说 关心运动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是我们的胜利之本 一个政治力量 政治势力 也就是一个政党嘛 不怕有人反对 求他的人支持 反对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多数的支持 是最关键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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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人人起来负责,人民监督政府,这才能避免人亡正习,我也不被那么圆满,我也不被提过来的。 这就是根本出入,这五条,我觉得作为根据毛主席实际上提出了民本主义。 这个民主义是一种新的,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 简单就是说,它是一种革命的民主。 这个我就不相信说了,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出来,或者直接跟大家交流。 我觉得自由,真正掌握了这个毛人思想的核心内容。 当然我们也要建筑部门的领导,建筑部门的领导,这套是要放在前面都有基础的。 但是任何时候,就可能要绝大多数人的,他们的愿望,他们的觉悟,他们的利益,这样才能成立。 你想,卡塔菲,这个利比亚就说不定了。 卡塔菲就有相当一股老鸣的知识了。 到现在,才能动员起多少万人来,圣洁还取出来的花香,还在玩火,还要跟人家干。 这到关键时候,你看人数得多少。 光看一股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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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行, 你确实人数上那套优势,那你才能有力量。 这就是说,对我们有其他人。 任何时候,我们都是要站在绝大多数人里面,为绝大多数人服务, 这样绝大多数人才跟你走,这样你才能占领我, 你才能更好有绝大多数人。 这就是一个简体的影响。 好,我今天就说这些。